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说美好的事要发生在你身上 我们再次的特别欢迎 今天我们来观礼的 来参加受敬礼拜的 这些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这些贵宾 很期待说除了今天以外 以后每一个礼拜 你有机会常常来 我们代表教会欢迎你 非常欢迎 这是我们的家也是你的家 希望你在这里找到归属 你在这里找到幸福 你在这里找到盼望 你在这里找到你的好朋友 神爱我们 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家 你家就是我家 我们在这里都很快乐 这实在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 只有三个重点 如果你常常来听我们的分享 你会发现 真的我们在这里 学习很多生命的功课 可是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讲到神已经拣选你 我们是蒙拣选的 所以呢 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 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 这是一个问题 当我们说神拣选你 拣选是什么 拣选是在一堆东西当中 我们特别挑几个 挑一些我们喜欢的 叫拣选 就挑嘛 所以神是在千万人中 神拣选了我们 可是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 那我想和你分享 就是因为神在你的生命中 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命定 神希望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今天早上我要用 这个约翰三书第二节 来讲到这件事情 讲到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我要从这节经节来讲到 神怎么样的喜欢 祝福我们在凡事上 特别是你的物质 你的需要上 神要祝福你 在你的身体这方面 神要祝福你 在你的灵性方面 神要祝福你 好 可是我们总是觉得 哦 福气是什么 今天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观念 过往也许我们觉得福气是什么 我们想到的福气是我拥有什么 我拥有一个名车 我觉得我很有福气 我娶到一个很好的太太 我觉得很有福气 我的孩子很棒很优秀 我觉得很有福气 我们三代同堂 那子孙满满的 我们就很有福气 可是这个就是 这种福气的想法 是拥有的概念 我有我才有福气 那今天你没有车子 就是你没有福气咯 你没有孩子 就是你没有福气咯 你的工作不好 就是你没有福气咯 当然不是 就是你要改 有的人为什么常说 我没有福气 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这个 我们就觉得 我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 可是今天你要改变你的想法 就是 就是 你自己就是一个福气 这就是神 祂要祝福我们 神拣选我们的目的 就是 神要让你知道 你不是只是得很多的福气 你得到福气是人家给你的 可是今天是 你是一个福气 也就是说你去到哪里 你就把祝福带到哪里 因为你是一个福气 所以当你在家里的时候 你会发现家里很蒙福 这个家就充满了幸福 因为你是一个福气 所以你去到公司 公司就赚钱 公司就很有平安 也许旁边出意外 旁边的也许 他们的股票大跌 可是好像 刚好都没有扫到你 你是一个福气 所以每次你去吃饭 朋友跟你相约 你发现每次出去都有位置 开车也很顺利 讲到说福气是什么 当你是一个祝福的时候 不论你去到哪里 那个地方就蒙福 简单讲 别人的养的鸡 下一颗蛋 你养的鸡就下两颗蛋 就是这样 就是很有福气 很有福气 可是问题是 我们成为福气的目的 就是要去让别人得到祝福 刚刚我讲那个概念 讲到说 我们觉得我要有这个 我要有那个 我要有这个 我才有福气 那个是好像我得到 那是我的 这种是比较是一个 比较狭窄的观念 可是今天我们要把它转化 说我自己 我要成为那个福气 是给予 所以神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有福气的人 不是说我从别人那里 我得到多少 别人应该为我做多少 而是我可以给别人什么 我的存在 我到底可以给别人带来 多少的祝福 多少的幸福 就像刚刚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一样 那在这里提到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所以我就要从这个经文来讲到 我们怎么样给予福气 祝福的三个秘诀 神拣选你 神为什么要拣选你 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 神要你成为在属灵上 分享的人 刚刚我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福气 就是你要去到哪里 你要把福气带给人 那个福气不是说 我一定要有很多钱 我才可以拿钱给别人 祝福别人 这样子才是 那如果没有钱 我就没有办法 把这个福气给别人 物质它是一个部分 可是事实上 我们可以给别人的 不完全在物质 所以我今天先提到 关于属灵上 神要你成为一个 有福气的人 成为一个 在属灵上可以分享的人 所以刚刚经文说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事实上灵魂的蒙福 是最高的祝福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享 这个灵魂的祝福 属灵的祝福 灵魂的兴盛 那就需要借着被圣灵充满 以福所书第五章11节 说难要被圣灵充满 而且是需要经常被圣灵充满 圣灵就是讲到神的灵 当神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是被神充满 被耶稣的爱充满 而被神充满在我们里面 他不是讲到一次性 好像说我一次被圣灵充满 而是我们每一天 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有多么重要呢 弟兄姐妹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不容易有爱 对不对 可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神祂就会把属天的爱赐给我们 那我们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 有时候我们活在地上 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有时候就是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乱七八糟的 好 那我们就要成为 如果我们渴望在属灵上 我们要去祝福别人 我刚刚提到 那你需要被圣灵充满 你说我怎么样被圣灵充满 透过敬拜赞美 你就容易被圣灵充满 约翰福音第四章二三节说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 神在寻找那些 你用心灵 用你的心 来到教会 如果说你要被圣灵充满 你要遇见神 刚刚我们说遇见神 就遇见幸福 可是你要遇见神 你不能够在头脑里 就没有神 对不对 我们觉得这是什么时代 当然要靠自己 人定胜天啊 我们总是忘记 天外有天 而是我们只觉得 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 钱握在手中 那个才是安全 可是事实上 那不是真理 你用心灵那不是真理 那只有你真的要经历神 如果你用你的理智 一定要用你的理智 眼睛我一定要看 就像那多玛说 神啊 你除非耶稣 除非你让我看 那个钉横的手 否则我就是不信 可是主说什么 那没有看见 就相信的有福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敬拜神 我们要用心灵 就是要从理智 头脑这个部分 我们要降下来 用你的心去体会 去感受那个氛围 感受神的同在 然后诚实 讲到你要带着 真实的自己 来到神的面前 你在神的面前 你不需要遮遮掩掩 也许我们的本相 都很不好 也许我们天生 也许我们有这个确定 我们那个问题 也许我们 我们很坏 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很坏 我们又骄傲 又缺德 又自私 可是我就是带着 这个本相 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的灵来更新 让神的灵来洗涤我们 当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有的人 因着被圣灵充满 他们真的感觉 他们就觉得说 好像被洗干净了 就觉得说 不要再说谎了吧 那人生好像可以开始 过另外的生活 我不需要再照我过去的方法 我抓这个 我抓那个 可是其实我很不快乐 对不起 被圣灵充满 当你的生命中 有神的同在 就会有福气 圣经里面讲到 一个人叫做 恶别以东 这个恶别以东 其实他并不是 什么太出色的人 也许就是一个 普通的弟兄 但是 圣经讲到说 约贵 约贵是讲到神的同在 当约贵在这个人 在这个弟兄的家的时候 这个弟兄的家就蒙福 也就是说 当神的同在 在你的家 在你的身上 你就成为一个 有祝福的人 在我们人生旅途当中 对不起我们真的需要 成为一个在属灵上 和别人分享的人 可是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 也就是说你没有让神的思想 更多的充满在你的里面 你就没有办法 在这方面去和别人分享 所以你为着这个缘故 你需要读圣经 你需要祷告 你需要亲近神 你更多的读圣经 更多的祷告 圣经就是神的思想 不断的读圣经 让神的思想更多的充满在我们里面 在你的生活当中 很多人有需要 他们为着婚姻的困难 他不晓得 我应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 他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搬家 这个房子该不该买 我的交友 我的考试 我跟人的关系 我应该怎么办 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他 如果只是用理智 用朋友的爱 那都很有限 可是有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超自然的力量 在你的里面 有时候你为他祷告 神就会把他的话给你 然后你把神的话 带给你旁边 这些有需要的 你跟他分享 你教导他 你告诉他 神的话是这样 神是要这样来祝福你 神是要这样子来引导你 他就得到帮助 这个帮助 就比较不是说 好像只是靠我们自己的理智 因为如果真的 你要靠你的理智 帮助别人 有太多的家庭问题 你帮你都帮不了 可是只有当圣灵 当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 神的思想来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从神来的话语 去帮助那些 有需要帮助的人 也许有的人他需要祷告 他很害怕 你为他祷告 神迹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圣灵充满你 因为神的福气在你身上 所以你为别人祷告 神的灵就会临到他 他就可以领受到医治 在我们中间有太多这样的事情 有的时候 当我在写讲章的时候 一想就想好多事情 我想有个妈妈 有点牙肿 牙肿起来 就很不舒服 他就祷告 老人家特别喜欢祷告 特别喜欢领受神的医治 因为不喜欢医生 可是又很仰赖医生 所以有时候很矛盾 很挣扎 可是有太多时候我看见 他们很单纯地祷告神 神就医治 立刻医治 所以就不需要去看医生 我们有一个小孩 本来耳朵完全听不见 可是祷告之后 神就打通他的耳朵 就比过去更好 那我们相信神可以完全医治 我们就继续祷告 前几周我们为一个病人祷告 他因着癌症 所以有水肿的问题 祷告 后来水肿消了 听众姐妹 这个就是福气 很多的需要 你为他祷告 那福气就会临到他 他的身体就得到祝福 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分享 属灵的事 要用属灵的恩典来经历 所以除非你是被圣灵充满 让神的灵来掌管你 否则你没有办法 跟别人分享属灵的事 如果人与人之间在一起 永远都只能讲 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些人生的这些 道理 禁欲 或者现在新闻发生什么 公投应该如何 如果我们都只是谈论这些 我觉得那个不会满足我们的心 可是当我们开始来谈论属灵的事 你会发现 那会叫我们的心得到满足 而且呢 我们不只是谈论 当我们有一个需要 我们为着这个需要 我们来祷告 我们就经历到神的福气领导 听众姐妹 神就是要喜欢这样来祝福我们 我们有一个姐妹 有个房子好久都卖不出去 祷告会那一天 他就祷告祷告 我一直需要祷告 就在我们为他按手祷告的那一刻 一按下去 他立刻赶快抓住时间 赶快跟神说 我房子要卖出去 没两天 后来他说 哇 好神奇喔 房子卖出去 他真的也是没有想到 弟兄姐妹就是这样 昨天我们有一个妈妈 她是从这边嫁到比较远的地方 她有一个女儿 几个月 出生几个月 可是常常哭闹 半夜哭闹 就是觉得很无助 牧师祷告 祷告之后 后来说这个小孩就 晚上就非常的平安 就都不再哭闹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福气 你不需要去受惊 你受惊你还要花钱 可是我们的信仰 恩典是白白的 上帝说只要你相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这个就是属灵的分享 当我们愿意 这样子来倚靠神 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 牧者的一个特权 而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当我们 来寻求神 神要透过你 把这样一个属灵的分享 分享给你旁边的人 你自己 要成为一个敬拜者 一个属灵人 可是你也要把别人 带到敬拜神的地方 因为让他们可以蒙福 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个广告说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我觉得这个很棒 最好的东西 莫过于我们的信仰 莫过于 你可以把信耶稣 这个福气带给他 这个会帮助一个人 没事的时候是没事 可是当一个人 真的在苦难当中 困难里面 他们去经历神的时候 经历神的恩典 那一切就不一样 我就想到 我们有一个弟兄五年前 他就喜欢骑重机 输压 再说输压有太多方法 你可以来教会 你可以坐爬山 这都OK的 可是不要骑重机 或者骑慢一点 40公里可以 就是不要骑太快 OK 可是这个弟兄 他骑一骑不小心 就重摔 重摔那时候都还上报 然后只有1%的存活率 我们弟兄竟然存活下来 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弟兄 那就昏昏迷迷的 在医院的时候 一醒过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一个 太太在那边祷告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姐妹 在那边往他祷告 这样 他很感动 很感动 有人为我祷告 摔成这样 有人为我祷告 他就非常感动 把他心交给神 这五年来 有时候在人来看 他真的是很不容易 还可以开车吗 还可以工作吗 摔成那样子 可是神奇迹式的帮助他 现在还在开车 那工作还很顺利 所以其实 好像除了 当然有时候身体 因为重摔的缘故 还有一些后遗症 很不容易 可是每次他都依靠神 每次他都依靠神 并没有更好 可是呢 我看见他 好像这五年来 继续的依靠神 继续的相信神 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 我要讲的就是 如果说他没有去经历神 很多人遇到这种事 就觉得衰死了 对不对 怎么会发生 这个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没有做坏事 我也没有得罪什么 为什么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 可是 这个不好的事情 却成为他人生的转机 他遇见了神 对不起 我就是觉得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有最有价值的 一个善行 最伟大的善行 就是你带领人 可以认识耶稣 你把永生带给他 在我们中间有很多 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 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姐妹 她是开生意 做小生意 卖吃的 可是在她的店里 你好像觉得那个店 好像是一个福音中心 放着教会很多的 这些福音单张 人家客人来 来吃面 只要不匆匆忙忙 她就跟人家传福音 传福音 就常常 动不动就邀他们来教会 好多人迎着她 就被邀来教会 这次受洗 也有人是因为她 就受洗了 弟兄姐妹你知道 这个就是 在一个人的里面 她知道 生意好不好 她可以为了福音的关系 今天这个店 有开没开 事实上她常常 为着福音的工作 我们这个姐妹 常常为着福音工作 常常好像没开店 我都不想那个店 到底还存不存在 可是好像有空就开店 可是她最忙的时候 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 但是我觉得她很蒙福啊 我看见她也没有缺乏 看见神继续地赐福她 我们有一个姐妹 交了一个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不错 可是没信主 姐妹就想 就开始带她来教会 带她教会 除了让她来感受 这个氛围 然后呢 自己用美好的品格 来感化她 后来我们这个弟兄 也受洗了 也归入主的名下 这有几个事 因为最好的福气 就是信耶稣的福气 否则两个人 能不能走到底 真的有时候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有一样的信仰 有一样的价值观 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蒙福的 当然你说那怎么办 那我以前已经结婚了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祷告 我们就结婚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 不是叫你们要分手 事实上如果还没有祷告 清楚以前 你信主以前就结婚 那就是神的旨意了 因为神在你还不能分辨 左右手的时候 神也会带领你 那你就要用神的恩典 去带领你的家 帮助他们经历神的爱 我们有太多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家庭 去公园玩 就碰到另外一个 妈妈带着孩子 就邀请他们 你爸爸来教会 就来教会了 你不要觉得 这个时代 不可以随便跟陌生人讲话 这样子人家可能会排斥 人家可能不能相信 不一定 事实上很多人 他们很空虚 有的人不是不愿意来教会 是没有人邀他来教会 可是呢 当你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事实上你也不会失去什么 也许你真的碰到一个人 他真的有一个需要 因着你的祝福 你的带领 他经历神 他人生带来一个改变 不是很好吗 所以有时候 我们自己需要更勇敢 我们这次受洗的一个姐妹 她为什么受洗得救 就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姐妹 她不去参加同学会 就这样 就同学 信仰很好 就来 就真的来 就信主了 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明白 有的时候 有时候你说 是你做的吗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我们做属灵的分享 我们把耶稣的爱 带给别人 可是神 有的人 神早就在预备他们的心 也许他们过去 很多人给他们传过福音 只是那个时候 时间还没到 所以他们都觉得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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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是今天刚好时间到了 你的一个邀请 一个带领 就改变了他的命运 可是你说 那我怎么知道 什么 时间点 好像说就是他 就是可以经历神的时间点 我们是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继续地做 继续地与人分享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力量 除非你被圣灵充满 你更多被圣灵充满 就可以得到更多力量 和别人分享神的爱 我们中间有个医生 礼拜六不用上班的 可是呢 他也没闲着 每一个礼拜六 他跟这个医院的团契的弟兄姐妹 一起去探访病人 给他们唱诗歌 为他们祷告 医生 可是对他来讲 最有价值的 医院是我的职场 最有价值的是 我把神的爱 很多事情 很多的病情 不是医生可以解决 很多的病情 连科学都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我们有一位神 我们有一位神 祂可以帮助你 有时候人的极限 在神的恩典里面 医生觉得不可能了 可是当我们祷告 神迹就会发生 医生觉得你应该 结束你的生命了 因为看起来差不多了 可是 就是不晓得为什么 突然之间 这个人的生命继续延续 继续延续 这就是神的恩典 我们被赋予一个 使命 一个特权 我们有资格 我们有能力 可以和别人分享 神的爱 神会把那个能力 恩典 当你祷告 神迹就会发生 有时候你为什么 没有信心 有的时候可能 我们不够被圣灵充满 就说再信的人 凡事都难 只要心里相信 一点都不疑惑 神迹会发生 有时候我们很想带领 我们的家人朋友 信耶稣 可是我们为什么 不敢 有时候我们常常 被泼冷水 可是对我姐妹 你被泼冷水 没有关系的 别人有时候 用话语践踏 你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不会失去什么 事实上 很多的恩典 神也为你 就是神祭你一笔在天上 你只会失去你的面子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 你就不爱这样的朋友 觉得说 他对信仰那么的反弹 那我也不要跟他做朋友 不 你更应该跟他做朋友 因为也许他不明白 你用更多的爱 让他去经历 神的爱 好 第二 第一个我讲到说 神拣选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在属灵上 成为一个分享者 我们要跟别人 分享属灵的事 那当然这个 是需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才有那个力量 对不对 第二 我讲到你要成为 在物质上分享的人 刚刚我们的经文提到说 我要凡事兴盛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过着一个 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 神创造人类 神是用六天造了这个世界 最后一天才创造人类 为什么神这样做 你看见神 祂爱我们 祂分享一切 祂所造的万物 给我们 让我们享受 神喜欢赐福给我们 创世纪第一章 那边提到说什么 神就赐福给他们 这个他们 就讲到人类 而且对我们说 要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治理这地 要管理海底的 与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那在这里讲到 神要赐福给我们 神要我们生养众多 神要我们治理 神没有说 祂要给你很多很多 好像你看见 神 祂就是要我们 把很多的祝福 去管理 去管理海底的鱼 空中的鸟 好像神要我们 每一个人都活得美好 在我们的物质里面 我们没有什么样的 一个缺乏 菲利比书第四章十九节 提到说 我的神必照 祂荣耀的丰富 在耶稣基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 都充足 所以神的计划 就是要你成为 那个祝福的管道 所以我们要了解 神把物质上的祝福 是要赐给那些 相信祂的人 所以我们要明白 神 祂给你物质的祝福 目的是要 你要把这个祝福 也要带给你旁边的人 我们用一个故事来讲这件事情 让你可以明白神的启示 有一个人 他在树林里面 他就看见了 缺了一只腿的 不能走路的狐狸 他就开始纳闷说 这个狐狸不能走路 残缺 那不晓得怎么样活下去 所以他就决定要在旁边 默默地来观察 他观察一下 这个时候突然就来了一只老虎 等着等着 来了一只老虎 让他非常地惊讶是 老虎竟然嘴巴叼着一个兔子 来给狐狸吃 他心里好感动 他想说 原来神是用这种方法来喂养狐狸的 所以第二天他就效仿 他就来到路边来等候神的怜悯 可是等着等着都没有人来帮助他 一天一天的过去 等到他快饿死的时候 他才觉悟到 他才觉悟什么 原来神给我的启示是 我不要等着 好像等人家来救济我的 那个是狐狸 我要做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老虎 见解很重要 思想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如果你的想法就是 别人要给我 别人要祝福我 我这样才是有福气的 你的人生就会很痛苦 你要知道 神是要透过你成为那个福气 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人是喜欢接受 那种白白的 好像我们就觉得很好 白白的免费的这些 可是我们要学习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你一定要学习给予 当你给予的时候 你的心胸才会开阔 事实上一个人 他没有活出给予的人生 他的心胸常常是比较郁闷的 我用一个例子来提到 也许你也听过 这关于天堂跟地狱的这个故事 天堂跟地狱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说有一个人 他被天使就带去参观地狱跟天堂 那地狱跟天堂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他说这个 在这个地狱里面 他就看到有一群人 他们就围着一桌 大家在那边吃饭 里面就上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佳肴 这佛跳墙啦 这红烧狮子头上的 应有尽有满汉全喜 这样 那个菜是好的不得了地狱哦 只是每个人的旁边 都有那种很细长的筷子 所以呢 这些在地狱里的人 急着填饱肚子 所以他们就拿那个筷子夹 可是因为筷子太长 所以你可以明白 夹一个菜 可是勾不过来 勾不过来 所以每个人就是越看 这种看得到吃不到 是最痛苦的 鸡肠碌碌 所以他们就开始骂 痛苦指数一百分 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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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很痛苦 好 这地狱真的太可怕了 吃不到 所以很多饿死鬼 天使又带这个人来到了天堂 在那边看 他看到天堂 也是差不多 乍看好像很像 也是一个大桌子 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 菜单一样 好 他想说 可是最大的不同是 每一个人都笑咪咪的 好 一样是很长的筷子 在他们的手中 可是他们呢 彼此就夹菜给对方 吃一个肉 吃一个鱼 吃一个排骨 好 就这样吃 哦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你夹给我 我夹给你 其乐隆隆 满足的指数一百分 对不起 其实天堂地狱 不用等到将来去参观 现在就可以看到了 你活在天堂 就是一个给予的生活 给 当我们有能力 神把很多的祝福给我们 我们从一个有福气的人 我们可以给予 可是一个痛苦的人 就像活在地狱里的人 他每天都想抓抓抓抓 好害怕别人夺走我的 好 所以在那个增进里面 他很痛苦 可是我们被神所拣选的人 我们不只是在属灵的世上去分享 神也希望我们可以明白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给予的人生 不是只是在口头上讲 讲一个 一些知识来帮助别人 神也希望我们可以经历到 很多人有需要你去帮助他们 就像美国的钢铁大王卡内基 在1901年那个时候 他就卖掉 那时候他66岁 他卖掉他一生打拼下来的钢铁公司 他得到了4亿9200万美元 可是在他死之前 他捐出了95%的财产 他在美国各地建立了 2500所的图书馆 还有建立了卡内基自然博物馆 还有卡内基音乐厅各方面 他的留下的名言是说 在巨腹中死去 是一种耻辱 但是我觉得是 当你明白给予 是一个祝福 我们不是觉得说 总是想从别人的身上 我要去得点什么 我们靠近这个人 因为他可以给我一点好处 我只要靠近他 对我的事业有帮助 不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不是因为他可以 给我有什么帮助 人与人的相处 不是因为情感 这个人看起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祝福 看起来很贫困 跟他在一起浪费我的时间 从来不是这样子 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应该明白 给予 给予 怜悯贫穷 的人 身体上说 那就借给耶和华 多么美好的事 谁喜欢我们活出给予 那你说 那我的生活就不是这样 从小 长辈就告诉我 稍微稍微 就是这样 我们就要纯一点 要很省 就是要省着用 那为着儿女 为着将来 你老了 特别现在都老化的时代 一定要多存一点 否则老了很惨 多买一点保险 好 听起来其实 人生本来就不在我们手中 声音上说我们的一生 好像一个云雾一样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不存在了 我们根本就不晓得 我们人生 我们以为没事 我们做很多人生的规划 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 但是我只是提到 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预测的 对不对 就像前两天 让人家看得很遗憾的新闻 一个管理员 或者一对夫妻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在路边 而且是市区 谁会想到 在南京东路 在敦化北路口 这边竟然会有 在旁边 正常的工作 也会被撞死 有时候你不明白 有时候觉得 有时候就觉得 祸从天降 对不对 你也听过以前 有人说 就想跳楼自杀 就自己没自杀成 就压死而卖水果大背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这种事情 怎么会这样呢 好 那 我会 我自己会觉得 人生当然有很多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不容易困难 我们大家都有些 不容易的困难 我们是一样的 你不要觉得 别人都比你好 你就是很惨 对方姐妹 不会的 我觉得惨不惨 是你的心态 我们有耶稣的人 我们一点都不惨 你生活 你可能没有办法 住豪宅 开名车 那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人生 最大的祝福 真的我觉得就是 平安 而且呢 有健康 神 在我们里面 而且最棒的是 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在我们的能力里面 我们人就可以去帮助别人 这个很棒 那你说那可是因为我们 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就给不出去 或者我怎么样可以成为 这样的人呢 好 对方姐妹 可以透过奉献来学习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 好 他讲到说 我们要将当纳的 好 要归给神 十分之一现象 对方姐妹 透过奉献来学习 给予的人生 十一奉献 当我们授喜归日主的名下 你一定要了解 十一奉献是属于主的 可是十一是属于神 并不是说十分之九 你就可以随便乱用 那 十一属于神 乃是讲到说 神的物 你要归给神 你要明白 圣经上提到 得获财的能力 力量 是从神来的 是神给你健康的身体 如果神没有给你健康的身体 你只要想一想 我没有健康的身体 我想赚钱 我都没有办法 可是神把健康的身体给你 如果不是神 连了十分之九 你也hold不住 所以有的人觉得 怎么赚钱 好像口袋有洞 赚钱一下就没有了 我们有时候 根本不是月光足 月还没有 结束就光了 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奇怪 每次拿到一个薪水 东扣西扣 这个账 这个账付完 就都没有了 那接下来怎么生活呢 所以有时候 有的人就不明白 可是我明白一件事情 路加福音第六章内提到说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 并且用十足的身斗 连咬带 上尖下流的 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 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 良器量给你们 讲到的是 当我们愿意给人 活出给予的生命 你知道神给你更多 因为神 万有都是神的 有时候你不需要 为你自己求 神自己 祂自己供应我们 可是如果一个人 他总是要想 为自己求 为自己得 用自己很多的方法 这些诡价 这样想要弄到这些钱 整个脑子 都是在想钱 他就会活得很辛苦 而且他会很失落 传道书说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的 所罗门王 他多么有钱 想尽了人生富贵 可是对他来讲 他真的觉得 他唯一在他人生快要结束 他唯一想要讲的就是 一切都是虚空的 日光之下并无心事 已有的是后必再有 已行的是后必再行 他就真的没有什么是新鲜的 对不起 你所做的在地上 你所做的很多事 它不会存到永恒 但是有一些事情 一定会存到永恒 就像我刚刚说 怜悯穷人 是借给耶和华 你一切为神所做 你的怜悯 你的慈善 神会纪念 所以我觉得操练十一 神物归给神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体 蒙古的方法 有一个小孩他才十岁 十岁那一年 他就是存钱 平常在家里帮忙做家事 妈妈就给他十块 十块这样 存存存 存了快三千块 因为他想要买一辆 全新的变速脚踏车 可是那一年 刚好有一个新闻 讲到说什么 就讲到说 这个南亚海啸发生 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说 上帝要我把这些钱 都捐出去 那他的父母一听了 就舍不得 他觉得孩子存了一年的钱 他就问他说 那你要捐多少 小孩就说 我要捐全部 爸爸妈妈说不需要 你可以捐一部分 其他爸爸妈妈补上就好 没想到小孩就说 他说 可是上帝要我捐全部 父母非常的感动 看到孩子 有一个无私的爱 他可以用三千多块 去买他心爱的脚踏车 可是问题是 他就是觉得 他要去帮助别人 所以爸爸妈妈就帮助他 把这个钱捐给世界展望会 刚好在那个社区 他们有一个脚踏车行的老板 他们就发起义卖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义卖 得到一些钱 也要帮助这个 南亚海啸的这些居民 可是为了要帮助大家 有这样的一个义举 所以就有一些福利 就是会赠送 有摸彩 摸彩这样子 那这个孩子的爸妈就觉得 因为受孩子的感动 觉得说这样帮助人真好 孩子等于是用他所有的财产 要去帮助别人 所以父母就觉得说 把家里一些东西就拿出去 就是义卖 去帮助这些灾民 就那一样可以摸彩嘛 你这样做就可以 参与就可以摸彩 就没想到一摸 就摸到了全新的变数脚踏车 小朋友高兴得要命 他就觉得 我怎么好奇妙 上帝好奇妙 可是他的目的 捐钱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脚踏车 就这边你知道 我们帮助别人的目的 常常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说 我要 主啊 我给五块 你给我十块 我们从来不是这样 就这边 只是有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经验 是当我们愿意给人的时候 我们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想到 神祝福我们 有的时候神用钱财祝福你 有的时候神用健康祝福你 有的时候神用身迁祝福你 有的时候神用你的婚姻来祝福你 他说你就觉得 你改变不了的是 一戏之间 神改变了 俗话说 钱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多赚不如多用 知道怎么样用钱才是福气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发生在韩国釜山 不是在台湾 那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虽然我觉得有一点离谱 但是很多离谱的事情 在这个时代也正常 那在1977年的时候 他讲有一个年轻的妈妈 很年轻就守寡了 就守寡 带大四个孩子 后来他们就娶妻生子这样 可是后来这个妈妈得癌症 就重病 重病 所以临终前 孩子们全儿孙都叫到这个床前 他就交代 他就讲话 说我现在死 我也是没有什么遗憾 可是有一件事情 有一点遗憾 就是我这一辈子 我都没有带过钻戒 我觉得这样走 好像有点 有点不甘心 有点遗憾 有点遗憾 这孩子们一听 就觉得说 妈妈 不要让妈妈有遗憾走 所以大家就开家庭会议说 那给妈妈买一个钻戒 可是另外一个媳妇说 干嘛买钻戒 妈妈就走了 就走了 买钻戒 就是觉得不合算 这样 那他们想说 可是不要让妈妈遗憾 所以后来就决定 讲讲讲 就决定说 好 那我们就跟朋友来戒 戒一个 借用一下 然后妈妈戴过以后 我们再还 那这样子就双赢 都很好 就没事 他们大家觉得 这是好方法 所以就跟朋友 借来一个钻戒 然后给妈妈 妈妈卧病在床 妈妈看到那个钻戒 好高兴 看到一个钻戒 从没有戴过 所以在灯光下 就看到照亮 晶晶 这样 好好看 然后再贴在手上 脸上 这样贴贴 摸一摸 就感觉好幸福 不晓得为什么这么高兴 一个钻戒这么高兴 那后来呢 就把他吃下去 哇 他们一吃下去 小孩会吓坏了 怎么把钻戒吃下去 妈妈就跟他说 谢谢你们送我的礼物 那我走了 就这样走了 就这样走 孩子们都很慌张 糟糕 所以孩子有的 就主张说解剖 解剖 可是问题是 家人又有人反应到 怎么可以让老人家 死两次 很不孝 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 火化以后 钻戒就从骨灰里面找到了 可是问题是 早就烧得不成形状 也没有办法还给朋友 那可怜的这个是妈妈 这个妈妈 就是你看 她以为我吞下 我就可以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这就是有的人 他妈不明白 我死以后 要给我烧车子 烧这个烧那个 好 就让我在未来的世界 我过好一点 吃饱一点 穿暖一点 让我有更多钱花 在地上没有很多钱 可是死的时候 你多烧这些金银财宝 车子啊 手机啊 在地上买不起的 全部烧一烧给她 在天堂可以用得好 用好一点 可是对不起 那不是事实 有时候那个只是我们人 有时候我们要安慰长辈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 应该这样 不要让她饿 好 不要让她 可是事实上 她灵魂不在那里 那只是你安慰你的心 你不如台语说 在谁一样 看呀西遥拜地陶 你明白 就是她活着的时候 你好好孝顺她 总比她死后 你给她拜猪头好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应该做一个孝顺的人 在生前 好好地孝顺 好好地给予 而不要觉得 跟老人家斤斤计较 你不是有三千块年金了吗 还不够啊 那 有时候不用 我们要比一般的孩子 我们更孝顺 所以有时候 长辈也有他们 不讲理的时候 可是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尽量给予他们爱 给予他们温暖 活出那个给予的人生 就很快乐 你知道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周记 地上是很多都是带不走的 所以我们以前常常讲 杨栗三大大地 他死前就叫人把那个棺材挖两个洞 然后呢 他把手伸出来 就是要告诉世人说 你看 我这么打下这么多的版图 可是 我死的时候 我什么都带不走 人家说做皇帝 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就是他死的时候 他什么都带不走 打下 亲手打下这片江山 他什么都带不走 可是我们的信仰不是 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 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在天堂有存款 你知道做保险业的很有这种概念 他们很有这种概念 所以你要为规划什么这些 可是我们的信仰 你应该可以有这种概念 知道说我在地上 我所周记的 我所帮助别人 在天堂 那个都是把钱先汇到天国 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你知道Doressa修女 你知道她在印度 加尔各达那边 她创办的这个什么孤儿院 儿童之家 还有这个临终之家 来帮助很多的人 可是那天她从伦敦 坐飞机要回到加尔各达的时候 那就在飞机上吃饭 就发现饭很好吃 可是她发现很多人都不吃飞机上的餐点 有人觉得飞机上的餐点不好吃 我个人觉得是蛮好吃的 这个长荣的蛮好吃的 那OK 反正她就发现说 很多人都不吃 很多人都不吃这个飞机上的东西 所以她就问空服人员说 那如果大家都不吃这些餐点怎么办 空服人员就讲说 这些餐点等到我们着陆以后 我们飞机下降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丢掉 这个Doressa修女就说 全丢掉 那这空服人员就说 对啊 这是标准程序 因为这个餐点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她听了这个空服人员的话 她就很难过 她就想到说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穷人 没有午饭 晚饭可以吃 有的人一辈子就是捡垃圾的食物来维生 一辈子都没有吃过像样的这些餐点 可是航空公司竟然要把这些完整的食物 当做垃圾处理掉 她就想说 如果我可以把这些拿去给穷人吃有多好 所以她就跟空服人员说 先表明自己的身份 她说那你可不可以把那些 没有人吃的餐盒都给我 那反正你们要丢掉 那不如给我 我可以拿去给儿童之家 给临终之家的这些有需要的人 给他们这些穷人吃 哦 这空服人很感动 所以后来就说都没有问题 而且上报 就是报到上面的这些长官 告诉她有这样的事情 结果这件事情就很快地获得各个机场的支持 所以呢 德瑞莎兄弟就帮这些穷人孩子们得到很多 就募得到很多的食物 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啊 你知道 这个就是你可以周记别人 你可以帮助别人 你不是每天只是自己吃得饱饱的 我过得好就好 什么都想到自己 不 我觉得给予的人生是 你要想到旁边的人 想到旁边的人 然后呢 总是想说我可以用金钱 物质 有的时候也许是你旁边有些资源 我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很快乐 你有没有帮助过别人 你帮助过别人 你有没有感觉到 真的好快乐啊 好快乐 圣经上为什么说 他说你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账目里 主在讲什么 主说你在地上 你花钱 你用钱 用物质 帮助那些没有信族的人 好 也许请他们吃饭 送他们礼物 帮助他们 接济他们 叫小王 叫Uber的带他们来聚会 有一天到天堂 他们会在天堂欢迎你 他感谢你 因为你请我吃饭 因为你送我礼物 因为你每次都 都请专车载我来聚会 使我得救了 但是我觉得钱要用在 这些有意义的身上 而不是永远都想买珠宝 买这个 买这个车子 其实我觉得我们 神给我们有衣有食就够了 有时候我们也不用去羡慕别人 那个好的 那个婚礼 几千几百朵 那个玫瑰花 几千朵的玫瑰花 那个整个道路 都是玫瑰花铺满的 其实不需要羡慕 那些名人 你看他们结婚 有时候太太就觉得 我们都没有造婚杂 他们造成那样 所以我们就很羡慕 其实婚姻比较重要 婚礼不重要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说 重点是我们要很真实地认识 神 祂为什么前选我 我在地上的目的 我的意义价值 我除了在属灵上 我要分享神的恩典 我在物质上 神所给我 如果不是神给我有能力 我有很多的福气 我可以给别人 那我也没有办法给别人 我就像那个狐狸一样 等着别人周记 可是神要我成为 那个帮助别人的老虎 所以神会给我 为着 因为我想要帮助别人 因为你想要帮助别人 所以神就会给你 很多的恩典 神看的是你的心 如果你的心 只是想为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 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本来好像我得到很多 也没有 也无所得 就像圣经上讲到说 你得很多 可是你口袋有洞啊 什么都存不住的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了解 神为什么前选我 神要我在物质上 成为一个给予分享者 如果对你来讲 很不容易 我觉得可以从十一的挑战上面 我们开始来学习 因为给予 你的心会痛 姐妹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还是我们觉得 钱是我赚的 可是如果不是神保守 你会发现 什么都不会属于你 钱会飞的 可是呢 当我们愿意这样来信靠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说凡有的 还要再加给他 而且是连摇带 按上肩下流的 加在我们身上 最后我要提到的是 神拣选你的第三个目的 就是要让你成为 在健康上分享的人 什么叫做成为 在健康上分享的人 今天的主题经文讲到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所以我们讲到凡事兴盛 讲到物质 对不对 神要我们兴盛 神让你的物质 生活兴盛的目的是要帮助 是给予 对不对 给予别人 你的灵魂兴盛 你跟神有很好的连结 你常常被圣灵充满 你可以用神的话 去帮助别人 引导别人 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可是这里讲到身体健壮 你要在你的健康上分享 成为一个分享的人 意思是什么 原则上 基本上你要知道 神造我们 神就是要你身体健康 神造我们 神就是要我们身体健康 事实上 不管你信主 或者你还没有信主 你问一个人说 你希望得到什么祝福 多数的人会提到 希望身体可以健康 可以平安 健康就是省给我们的福气 有的人说 身体要健康 多运动 少吃多动 多运动 当然可以帮助你长寿 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但是也不见得 事实上有些错误的运动 就帮助你少活好多年 所以其实运动与否 有的人说 那我就要小心 注意我要吃什么 吃少油 少盐 那避免这个 避免那个 注意很多 可是有的人 他非常注意饮食 可是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也很频繁地运动 可是奇怪 他怎么会得这个毛病呢 得到癌症 胃癌 他又不吸烟 他怎么会得肺癌呢 就是你要知道 其实诗篇127篇讲到说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息夜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的 主在讲什么 有时候我们靠我们自己 很努力很努力 有时候真的你会发现 他就是好像 白浪费时间了 那当然不是说 你不要努力 而是讲到 他真正要告诉你是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教他安忍睡觉 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 讲的是 因为神爱我们 只有神爱我们 就是一切 我们可以有身体的健康 当然我们应该有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饮食 我觉得很重要 健康 就是运动这些 我觉得都很重要 我们不应该觉得说 神啊 既然这样子 反正 那我只要祷告你 那我每天我都吃咸酥鸡 都吃麻辣锅 都吃这些 高油 高盐 高糖 那我都不 天天都坐在沙发上面 好多不运动 那这样子 我们只是早一点去建筑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第二个道路了 那也不是神的旨意 可是你要知道神的心意 不是要你生病 当然不是说你生病就不能服事 可是有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 有的时候生病帮助我们在服事上更有智慧 你得过一个病 你就会发现 你立刻变密医了 就可以开始跟他讲 你应该注意这个 注意那个 因为你有这样的经验 他帮助你服事上更有智慧 可是问题是 神的心意 基本上神不希望 神不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生病 神希望我们身体健壮 圣经上当然有带病服事的例子 比方保罗 神伟大的使徒 你看他有颠尖 他有眼睛的疾病 他有瘀疾 有时候他痛得要死 就祷告神 结果他最想听到的答案 神说 我医治你 可是没想到神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有的时候 最继续的带病来服事 有的时候有一些 当然保罗说 因为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 免得我过于至高 有时候疾病 他知道神允许这个疾病 神是要让我学习谦卑的功课 但是绝大多数我要提到的是 神喜欢我们健康 你有没有经验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的灵性上不来 当我们说 神充满在这里 我们向神欢呼 呼不来 因为就没开来 就是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就身体太软弱 所以你要祷告神 你要为你的身体征战 你也不要习惯说 医生说要和平共处 医生的话很重要 可以成为我们祷告参考的指标 可是你不应该容 让你的身体一直在软弱当中 要祷告神 主啊 我除了健康检查 探访 传福医外 我不需要去医院 我们要祷告神 我身体可以越来越健康 保罗说什么 他说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神喜欢我们把身体献上 用你的健康去服事别人 因为当你没有健康的时候 你很难服事别人 对不对 人不见得有机会做大事 肯定 可是肯定你有机会随时做一点小事 特别是替别人服务 南北战争的时候 林肯总统他常常巡视前线 所以有的时候会在医院 探访那些受伤的士兵 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快要死的士兵 所以他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 这个士兵没有认出林肯来 我想当时也没有很多的护卫 在他旁边 一看就知道是总统 当时大概也不是这样 所以林肯就是很 就是很亲民 所以就是靠近这些百姓 所以这个士兵说 那你可以帮我写一个姓吗 因为当时的大众媒体 我想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所以士兵在病重 软弱当中 他没有认出总统来 所以林肯就帮他写一写之后 就签名 签名说亚伯拉罕林肯 为你儿子代笔 这样子 那这个士兵后来最后看到说 是总统帮他写信 他就很惊讶说 你真的是总统啊 那这个总统很温柔地看这个士兵 说对啊 我是总统 那你还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那这个士兵说 那你可不可以握住我的手 陪我走完最后一程 林肯总统二话不说 毫不犹豫地 就握住士兵的手 那在这个混乱的前线病房里面 陪他说了很多温暖的话 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服饰是我们 我们可以做的 有的人觉得说 我一事无成 有一个人他就去找他 老师说我一事无成 老师说因为你没有施舍给别人啊 你没有去帮助别人 可是这个人说我也是穷光蛋啊 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 老师说就算你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有五样东西可以给人啊 你的笑容 对不对 你的面容可以很和善啊 还有你的话 你可以讲那些温柔的话啊 爱的言语啊 鼓励的言语啊 还有你的心 你的心可以去温暖 善待你旁边的人 还有你的眼睛啊 你的眼睛可以充满善意 充满爱 去服侍人 还有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可以直接帮助别人 比方帮人提东西啊 或用 看这有一个需要 你就补上去 弟兄姐妹 我们要用健康来分享神的爱 教会有的时候也会需要你在体力上的一些服饰 就像今天我们受洗聚会 你看是受洗聚会 只有受洗的弟兄姐妹 他们就下水上来这样 可是事情有好多工作要做啊 对不对啊 包括受洗袍的预备啊 还有我们的阴空同工 很多现场 还有我们的媒体同工各方 很多事情都要弄的 还有他们上来以后 还有人扶人组下去啊 这些还有人需要引导 还有很多 很多事情 对什么都需要 我们 我们可以参与 所以不是说 我来到教会 我享受神的爱 所有天使都帮我做好了 不是 所有都是神 兴起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 所以教会会这样子 有的时候我们 需要厨房的工作 需要打饭菜的工作 需要清洁 招待 探访 发单张的工作 有很多的服饰 是需要用你的身体 你的时间 可是如果你都把你的时间拿去赚钱啊 或者我觉得 我只是雇我的小孩 听众姐妹 你就会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 事实上很多人 当他们走出来 为主发单张 也许在教会里面做招待 也许他们去探访 各方面 他们开始不是期待 只期待别人服侍我 而是开始想 我可以为别人做什么 那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了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都要活出爱 在这三方面 神所拣选 神拣选你 在这方面 神要祝福你 期待你可以成为一个 在属灵上给予的人 期待你可以在物质上 你可以给予 可以分享 也期待你在身体上 神给你健康的身体 用健康的身体来服侍神 即使你现在身体有一点软弱 可是你要祷告神 神祢医治我 让我的身体好起来 好 让我可以更好的来服侍你 我相信 这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 祂要你活出爱来 不是只是领受爱 而是我领受好多福气 我自己成为福气 所以我去到哪里 我带下那个属灵的祝福 我带下那个物质的祝福 我去到哪里 我可以用我的身体来帮助别人 他们可以更好的 更好的也许生活 或者有一些 预备这些 所以我们祷告神 求神帮助我们 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跟计划 好不好 那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到这里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要交给牧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